草原村的半山上有一片苹果园 秋天到了,红红的苹果挂满枝头 远远看过去美极了 中文学校的家长和学生 常常轮流上山摘苹果 然后做成苹果饼 分送到老人院去 这个星期六 有六家人一起上山 果园主人笑咪咪地说 在这儿吃多少都不要钱 带走的每箱五块钱 果园很大 果树不高 苹果香甜可口 大家一边摘一边吃 跑跑跳跳 一直玩到太阳下山才回家 第二天一大早 每家人都忙着做苹果饼 吃完中饭以后 大家把苹果饼和许多苹果送到老人院去 许多老人早就在客厅里等着了 当孩子们捧着香喷喷的苹果饼走进来的时候 他们高兴地拍手 老人们高兴地吃着苹果饼 大家一起唱歌 一起说笑 老人院里充满了欢乐 工作人员陪他们去看病房里的老人 中仲仲仲说 老爷爷 愿您快点好起来 祝您好运 明明说 老奶奶 这些苹果送给您 祝您好运 老奶奶开心地说 小天使 小天使 谢谢你们 孩子们的笑脸像红红的苹果 温暖了老人的心 他们说 谢谢你们来 愿你们永远平安快乐 在回家的路上 明明心中充满喜乐 明明说 原来带给别人快乐 能使自己更快乐